不过在极端气候的冲击下 除了刚刚提到的经贸议题 下周也将在台北举行两岸两会第十次会谈 会签署气象跟地震协议 重点就在这是两岸协议第一次实施国安审查机制 也代表未来台湾也能够及时取得大陆的气象跟地震资料 提升灾害预报的精准度 两岸两会第十次会谈预计2月26号到28号在台北举行 将签署两岸地震监测合作和气象合作 两项协议由于这次的协议将通过国安机制审查 格外引起外界重视 本会将会在既有的两岸协议运作基础上 建制一套两岸协议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两岸的气象合作跟地震监测合作 是这一套机制首次适用的例子 首次实施两岸协议国安审查机制 经过行政院跨部会和国安会邀请专家两阶段审查 在确保依据气象相关法规 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与大陆展开合作 冬天大陆冷气团南下 夏天热带气旋北上 两岸天气相互影响 过去要获取大陆气象资讯 只能透过大陆网站 签署以后资讯将更丰富更及时 我们现在拿到的资料大部分也是从国际上一些通用的资料 但是大陆很多的资料其实是没有上网 没有到国际上去流通的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有合作协议的话 这些资料对我们做素质天气预保是非常帮助 随着两岸签署气象跟地震协议 能够帮忙台湾能够进入国际气象组织 往前迈进一步的话 那当然是值得肯定 签署与民众切身相关的协议 在野党立委也乐观其成 在提升灾害预报精准度的同时 也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台湾加入世界气象组织 U点TV张宠敏 陈玉硕 台北报道